那么在端午节前夕送关心的还有新北市板桥区公所 连续9年来发送爱心米 今年预计要来送出15万4千公斤的白米 让弱势的家庭不用担心三餐没有着落 一袋袋的白米放置好 等着要领爱心米的民众也排好队 一系临走板桥区公所对于民众的关怀心意 这些爱心米是农粮署收购去年第二期稻作的当期米 白米的品质有保证 经过公所登记的中低收入户 每一户能够领取15到25公斤不等 今天在发放爱心米是我们跟农粮署来结合在一起 因应这个端午节的到来 所以我们板桥区的一个低收入户 或一些老人家或是相关的人来发放这些米 那我们低收入户大概是可以发放25公斤 其他的是15公斤 这样让大家在过这个端午节前 能够一个比较民生物质 能够充裕也能够过一个好的端午节 比起去年发送的白米数量 今年是略有减低 公所表示是因为领取的户数变少了 而这样的爱心善行是持续了9年 未来仍会持续来进行 给低收入户温饱更多的爱心关怀 中佳新北新闻板桥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